男人家商广设科为新生开办体验营活动 规划雷雕手机架课程 希望让新生能够提前了解广设科的学习内容 同时也为还没有决定未来就学目标的学生 提供职埃探索的机会 暑假展开 男人家商广告设计科 特别为新生规划了一场体验营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新生能够提前了解 广告设计科的学习内容 同时也让还没有决定未来就学目标的国中九年级生 提供职埃探索的机会 现在的国中生他们可能在一些职埃试探的部分 他们可能对技术型高中有兴趣 但是不晓得自己的目标跟喜欢的东西在什么样的领域 所以我们采取这样子的体验营 让他们可以提早在我们这里学习到技术型高中的专业 然后也让他们更清楚未来的方向 这次的体验营安排了雷射雕刻手机架课程 让学员可以亲自绘制手稿 进行了解如何操作电脑绘图软体 并且认识雷射雕刻机操作的过程 还有成品组装等等 今天帮他们设计的就是手机架的一个文创商品的制作 那我们用雷射雕刻雷射切割的方式来把商品制作出来 所以他们可以就是他们现在都很喜欢就是自创一些动漫的一些图案 那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他们自己的天马星空的想法变成实际上的商品 学员表示因为对于广告设计有兴趣 但过去没接触过 这次有机会可以进一步了解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因为是喜欢的像是设计科这一些 然后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就一个经验嘛 所以就来就来参加了 蛮紧张的也是第一次 觉得好玩 好玩啊 这次的广设科体验营让学员可以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 也让学员学习到了基本的设计与制作技能 能人家商指出广告设计科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 相信未来一定能让学生具备全方位的竞争力 记者是明镜们齐新店采访报导